好,我們看第九題 他說代宗的話有六個乒乓球 一號到六號,六個乒乓球 每次是代宗隨機取一球 然後將代宗編號為該球號碼的音數或倍數 一起自代宗取出來 好,那麼在進行下一次的抽取 試問最後一次抽取時代宗職勝五號球的紀律是多少 好,那你要讓這個最後一次抽取的時候 代宗職勝五號球的話 那你第一次不能抽一啊 為什麼?因為當你第一次抽一的時候 五是一的倍數嘛,要連五也一起抽啊 所以五就抽掉了 所以五的話就不是最後抽的 當然你第一次也不能抽到五 因為你抽到五的話,五就不是最後一次抽的 所以你第一次抽到的 只能是抽到二 抽到三 抽到四 或抽到六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當你第一次抽的時候 如果當你第一次抽的時候 你抽到二 那麼你就要連同一、四跟六一起拿掉 這個機率是六分之一啊 因為你是第一次抽嘛 第一次抽的話有六個號碼 那你抽到二的機率是六分之一嘛 然後其他三號是你順便拿走的 好,拿完以後剩下幾個球 剩下兩個球 那剩下兩個球的話呢 你再抽的話 你要抽到三嘛 因為你不能抽五 如果抽五的話 那五就不是最後 所以你剩下兩個球 你抽到三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以此類推啊 當你第一次抽到三的時候 機率是六分之一 然後一、六呢 順便把它拿出來 現在剩下多少 剩下三個球 剩下三個球 你有可能怎麼練呢 這是第二次的 這是第一次抽三嘛 第二次你有可能抽二 那可能抽二的話 四一起拿走 那你抽到二的機率是三分之一嘛 抽到四的機率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兩個三分之一 那這個是在呢 抽到三情況底下獲得的嘛 所以你利用那個什麼 乘法原理嘛 這乘以為三分之一 好 那有兩種情況 再乘二 所以呢 你第二次 第一次抽到三 所以你第二次 這乘法原理 這乘以為三分之一 再乘二 然後最後一次抽到五 他的機率就是這個 好 這樣看 你第一次抽到四 機率是六分之一 那一二呢 就一起拿走 剩下三個球 三個球 你有可能先抽到三 那六拿走 你有可能抽到六 那三拿走 所以只有兩種情況 這二乘三分之一 所以再乘以多少 三分之一 兩個三分之一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也一樣 第一次你抽到六 機率是六分之一 那你一二三 通常拿走 剩下兩個四五 那你抽到四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這一層 所以現在的話呢 這個是這個 這個也是這個 所以這個的話 有兩組 加多少 這一個的話 總共有幾組呢 嗯 一二三四組 所以這個也是有兩組 加多少呢 加多少呢 這個多少 這個是 二三和六 好 所以是九分之一 還有兩組 這裡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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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接下來的話 加起來是六分之一 加上九分之二 通溫 十八分之三 三 加 九二十八二 這個四 所以大概是十八分之七 是六分之八分之三 那就是六分之八分之八分之七 三分之八分之八分之八